一线 夜色中 太原火车站的战前广场上 依然还有许多旅客 行色匆匆的赶路 在川前的人群里 有几个特殊的身影 也随着人群移动 他们之间隔开十几米软 只用眼神交流 当时我们动员四位民警 都是乔装打扮的 往车站赶的路上 都有我们的人盯着 和普通雨贺一样 这几名探员铁路公安的侦察员 从不同的方向朝近战口移动 他们的视线都盯紧着 跟踪了近半年的目标人物 即将到来的收网时刻 让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 此时 指挥中心的监控 锁定了进站口的几个通道 随着画面中 可依目标的出现 所有人的神经都开始崩起 在现场布公的侦察员 随时待命 等候抓捕的统一信号 当时按着一句玩笑话 是敌是友 分不清 到底是贼还是警察 这也说不来 但是肯定跟他有关系 当侦察员发现 尾随目标的另外两名可疑人员 正迅速向嫌疑人考进 指挥中心立刻决定 让两路侦察员在近战口 进行围堵抓捕 等我们把人控制好以后 怎么暖的 干啥呢 河南的 河南警方 从浦阳一直跟到山西 他们也准备对这两人实施抓捕 就是两地警方在这个山西撞车了 这种情况是我们干的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预见到的 这一幕发生在2013年的12月11号 踏远铁路公安跟踪了半年多 要抓捕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而河南警方为什么同时也盯上了他 几乎都要在同一时间进行抓捕呢 能够让两地的警方进行严密布控 并要抓捕的人 他到底做了什么 这件事情还要从半年前开始说起 举消一切直击现场 古系老人频繁乘坐火车 行踪诡秘 步步警惕 小包换大包 曲折交易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线正在播出神秘旅客 太原火车站 是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纽带 也可以说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由于车子多 客流量大 急着大包小包的乘客 也成了火车站的一警 2013年7月份 太原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民警了解到 有一名老年男子 频繁乘坐火车 忙返于山西郊城 太原 山东辽城之间 而且行李很少 十分可疑 大概七十多岁 满头白发 他坐的车 是从太原到辽场 你想这么一个大长途 应该是携带很多行李的 但是这个老人没有 区别于其他旅客 他往往是携带一个很小 很小的带着 如果说走近访友 没有携带行李并不奇怪 然而 当侦察员 犹豫 有意观察这名老人的一举一动后 愈发觉得蹊跷 正常旅客们往往目的心很明确 他直接去了够了票 够完票呢 直接进站 后车 然后乘车离开 他呢 不是这样 他往往是 好像是在来回徘徊以后 来回观察周围的环境 大部分乘客 在火车站都是短暂停留 而人多 流动性大 也给一些爬手 创造了下手的机会 这名老人买完票后 并不急着上车 依然在车站不停徘徊 自下观察 这就比较符合一个 长期留存在火车站周边 这种嫌疑人的这种特征 盗窃嫌疑人的特征 然而除了兜圈外 这名老人并没有刻意靠近别人 也没有任何企图下手的举动 绕了几圈后 老人上了列车 这样看似合理的举动 就让侦察员更加警觉 有了出发这个怀疑以后了 大家就是想核实一下 当时呢 就针对他这个情况了 就是说 等于是在火车站蹲守 当时我们分四个人 亲自跟他下场来后 亲自跟他去疗程 到底在干什么 从太原到疗程这一路 第六个小时的时间里 侦察员原以为 老人会挨个车厢的转悠 可是他是一直整着手提袋 躺在自己的铺座上 从太原跟到疗程 一路这个这个卧铺 他一路上根本不下来 跟人去沟通去交谈 从来没有 始终哪个铺上睡着 而且就是在我们经过他铺位的时候 他很警惕地看了 过去每一个人都要去观察 这就是让我们很怀疑 这到底是个干什么样的 他为什么这么警惕 如果说老人行迹可疑 可能在车站流窜盗窃 那么他不可能放过这个满车厢人 都昏昏欲睡的大好时机 那么是不是他察觉到了什么异常 还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他外观 那时代行李 从他神色 从他的在行走当中的一些表现 只能是直觉他有问题 一个老年人 频繁来往于两地 他究竟是为什么 当时大家都是这个疑问 你说他探亲朋友 或者是自己业务来往 大家都觉得不太现实 这些不合常理的疑问 让老人的举动显得十分神秘 凭借着直觉 侦察员决定一路跟下去 兵分两路 侦察员跟着老人上了列车 而另外一边 根据外围调查 也查到了这个老人的身份信息 赵国斌 71岁 山西郊城人 说到这个赵国斌 可以说是在当地村民口中 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 据说他是白手起家 早在八十年代 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 在他名下 有十几家工厂 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那这样一个百万富翁 怎么可能会在火车站里 进行爬窃呢 那如果不是 他在火车站里的怪异行为 又该作何解释呢 他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又隐藏着神秘 曾经的百万富豪 孤身进行神秘交易 黑车 眼镜男 小饭店 留下几条无关联的线索后 老人却消失无踪 一线正在播出神秘旅客 为了不引起赵国斌的怀疑 侦察员只是远远的留意他的举动 当时我们到了辽城 应该是晚上九点多 二十一点多 这个老人下了车 除了火车站 赵国斌依然是孤身一人 沿着马路 步行了半个小时后 轻车熟路的 在轻车站对面的一个小鱼馆里 办理了入住手续 也没有询问 也没有问价 任何一家都没去 他是直接奔了 这个辽城汽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 直接进去付了钱 就入住了 很小很小的旅馆 后来在那入住 但是他入住以后 我们怀疑他为什么得要住 当时这个九点多还算早 有什么事情他应该及时能完成 通过这个行为 我们说最起码他是长期在这个旅店住 那么这个旅馆和赵国斌又有什么关系 他大老远跑到辽城又有什么目的 在没有摸清情况前 侦察员怕打扫惊蛇 随后也登记入住 究竟观察 看看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然后这九号 九号十号 十一号 他是十一号 通常隔着房间 这么着我们三个人一晚上来睡 旅馆房间的隔音不好 即使隔了一个房间 正常员依然能隐约听到 赵国斌打电话约人见面 他一入住以后 我们就听到他打了一通电话 他首先是先报的平安 我到了 然后约时间 我们能听见 隔音不太好 但是对方告他的时间 到时候咱们吃不准 夜里 赵国斌并没有安稳睡下 而是不停的起身上厕所 这种小旅馆没有独立闻声间 半夜 夹窄的走廊里 不时传来他的脚步声和咳嗽声 他会半夜起来四趟 就上厕所 有时候去厕所 他待不了一分钟会出来 就感觉好像 他晚上要看一看 旅馆周边的环境一样 还有没有特殊的情况 这样怪异的举动 让侦察员意识到 赵国斌似乎十分警惕身边的动静 即使到了深夜 也时刻保持清醒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七点十分他起来 吃了一碗馄饨 就往汽车站走 到汽车站以后 还在汽车站周围徘徊 围着汽车站周围转了三圈 最后又回到周表厅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侦察员也加入了排队购票的队伍 从山西太远到山东辽城 再从辽城坐汽车去河南饭线 这样长途奔波的行程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 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呢 什么都没带 这些东西都是一定的 后来我们带着一路的这么多问号 你一个人上车跟 然后下面呢 下面就包了一辆车 一路跟到汽车 到了汽车 赵国斌在通往老城的一条土路上下了车 加油站旁边的走路 一站两小时 不断的看表 打电话 抽烟 两小时时间数了一下 收了十七个儿 一条土路 来往的都是一些大火车 除了一个加油站 附近十分荒凉 显然赵国斌是和人约好 在这个地点碰面 他大老远从山西到这 不可能路边站着 到底等什么人 给谁打电话 他为什么那么焦急的抽烟 侦察员在马路的斜对面 一直注意观察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赵国斌就一直站在路边 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 来了一辆车 黑出路 停在他面前以后 就把他拉走 这辆车接上老人后 就开始在县城里面兜圈子 在一条乡间土路 四五百米远的范围内 来回兜了四个圈子 然后把赵国斌放到了一个钉子路口 下车后 赵国斌一路小跑 一流烟 窜进了附近的一个小贩店里 第一盘就楼 七十多岁人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少跑都跑回饭店 有这些楼的嫌疑 不敢贸然进入饭店 正常员重新租了辆车 守在饭店边上 过十来分钟老婆出来了 但是我们心里都一沉 那个包不见了 如果在干 有什么非法交易的话 应该是在车上完成的 然而 赵国斌并不急着离开 而是在饭店的台阶上坐着 好像在等人 准备了多少 这些不够 能不能再准备点 打完这通电话以后 他们还跟另一个人说 我要多少个 你能不能给准备点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拉着一个弹眼镜 四个岁已经男同志 他没去的 去背去楼梆 把这个男的先走 然后老头从后面来 老头从后面多一个包 从他前面少一包 到后面多一个包 这个包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这个包肯定是 我带着这些男的给 那么 赵国斌的包里装的是什么 眼镜难拿了的包里 装的又是什么呢 眼看经过这一路的跟踪 很快就能揭开这些谜团了 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 赵国斌却消失了 当时没有回山西的火车 应该是坐汽车 但是汽车 汽车站离这儿有大概四百多米 我们去以后整个回山西的汽车 全部塞了一个店 没有 没有这个人 送花了 这一趟跟踪下来 尽管没有十足的证据 但是侦察员们的心里都有底了 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 赵国斌这次去犯县 显然是去进行一次交易的 那么他交易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神秘的辗转两地来进行交接呢 并且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富豪来说 他为什么要住廉价的旅馆 并且亲自的去进行交易呢 根据赵国斌以往的出行规律 每六天左右 他都会从踏远火车站坐火车出发 那接下来 踏远铁路公安只能等待赵国斌的再次出现 百万富豪飞出命案 万里跟踪步步陷阱 惠疚 补偿 报复 是什么 让一个古区老人选择铤而走险 一线正在播出神秘旅客 过了一个星期 赵国斌再次出现在太原火车站 当时他背了一个小包 这个小包比上回要大 后来在过安检的时候 因为安检机的影像 那块是显示 他包里面是带着大量的现金 看这个厚度应该是在四十万左右 还是同一趟车 同一个目的地 辽城 这一次 赵国斌到了辽城后 坐车去了河南涂阳市台前街 也是在一个饭店门口 等了两个小时 等到一个骑电动车的人 过来轮上街头 在一个很紧闭的地方 待了不到十分钟走人 然后两个人 分道扬镳 顺利完成交易后 赵国斌驾机救赎的到了汽车站 准备返回太原 坐汽车 他不进汽车站 买好票以后 等汽车开出汽车站以后 他才上车 那么赵国斌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反侦察意识 在等待赵国斌出现在这段时间里 拜民警了解到的真相 令人吃惊 确定他这个身份以后 还好去外面服侍他一些家庭情况 他社会关系等等的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曾经他是有一个命案在身 当时法院判是故意伤害致死 原来早在1997年 赵国斌因为持刀同死的亲生儿子 被判入狱15年 2011年假释出狱 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后 百万身家一夜败光 出狱后也无法回老家 众叛清理 没有人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 为了摸清赵国斌的住处 侦察员展开了第一点跟踪 我们在不到50米的地方 放了7个人去盯 所以他要来回走 走击步 他帮我他来杀回马乡 蹲下寄鞋带 他要看周围 包括他洗鼻息 他都要看 每次在外面 他都要戴一个大墨镜 把四分之一脸部 他要遮盖上 为什么他洗鼻息 都能盯观察 就通过他额头的皱纹 我要抬起眼睛看 肯定要有皱纹 抬起那边看 有点皱纹 所以这个人非常精明 反复跟丢继续跟踪 终于发现赵国斌下来黑出租后 绕进了一个小区 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 在不去火车站的日子 赵国斌会集中一次出门采购食物 剩余时间几乎足不出户 只是上门找他的人 却是络绎不绝 后续的工作当中 我们还跟过他去河南 他始终接触这几个人 而且他回来以后 他回家 回家 然后又接触其他人 接触所有人都是涉毒 或者有涉毒前科 显然 赵国斌进行神秘交易的 应该就是毒品 而这个租住地 就是他用来向下线 分销毒品的据点 为了能顺着赵国斌 打掉毒品上线 探员简论公安决定 继续跟踪 然而 接下来一段时间 赵国斌突然一改常态 终日闭门不出 大家一开始定的 就是想抓捕他 定下抓捕方案了 平时负责跟踪的 这些侦察员 突然发现 这个年老 这个想象突然不出现了 那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会不会是狡猾的赵国斌 救到了什么危险的信号 还是他们改变了交易的方式 像他们这种犯罪 一般停不下来 因为一旦藏到这种田团以后 他们利润都是很大的 大家就分析他是改变了方式了 然而 对侦破工作来说 沿着赵国斌这条线索走下去 显然已经走不通了 太原铁路公安 果断决定改变侦破思路 既然找不到这个嫌疑 咱们能不能从另外两个 它的上下入手 根据之前 在河南和赵国斌 街头的那辆黑出租车牌号 外民警调取了车辆信息 再通过车辆相关人 调取了户籍信息 当时就辨认说 其中两个人 就很像当时在车里头 开车接这个 姓赵这个嫌疑人 一个姓李一个姓张 侦察员在车厢里 秘密拍摄他们的交易过程 当嫌疑车辆 从侦察员眼前开过 还是能依稀看见 这两个人的长相 这两个人 一个是非常年轻 再一个 有一个人 他可以说是 他那个特征比较明显 很快 在太原火车站 有两个令侦察员 兴奋的身影出现了 而这也证实了 专案组的猜测 这个贩毒团伙 果然改变了交易方式 大家其实是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既然是这两个人 咱们能不能在火车站 看一看 有没有这两个人 如果有极大关系 如果不有 咱们再换一条路再走 这两个年轻人 显然没有赵国斌 老到狡猾 他们没有多少防备 出了火车站 直接打了一辆车 直奔赵国斌 租住了小区 一个叫李延宪 一个叫张金瑞 他俩人从河南 亲自给他送货 到了以后 在他家进行交易 最多15分钟 李延宪 张金瑞 在拿上钱以后 坐后车走 此时 整个贩卖毒品的网络浮出水面 张金瑞 李延宪 给赵国斌提供毒品 每六天 由赵国斌携带现金 乘坐火车 及长途汽车 将毒品运至太原 分销 之后 赵国斌觉得 接待现金交易危险 改由张金瑞 李延宪 两人 送毒品到太原 收网的时候 到了 其余两组 针对赵国斌的下线人员 进行了布控 2013年12月11日晚 七点多 张金瑞再次来到太原 与赵国斌进行毒品交易 等张金瑞进入出租房后 各抓捕组 立即布控 张网以待 进了屋里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有一辆出租车 也到了他家当家门口 车上有三个人 然后看了一下 车灭了两分钟 又倒走了 倒出大门口 在大门对面的位置 出租车没有灭火 一直等着 这个情况很反常 难道张金瑞还有存火 这样的异常现象 让侦察员不敢贸然动手 交易完出来 这个出租车也跟他走了 当时我们怀疑 不是警察就是这个 要不是警察 要么跟他一伙 当张金瑞与赵国斌 在出租房内交易了毒品 进入太原站 进站口 第一组侦察员 将其成功抓获 当场缴获毒资 40.4万元 而委屈张金瑞的 那几个神秘人 就是河南警方的侦察员 他们也是沿着 张金瑞这条贩毒线索 跟踪到太原 实施抓捕 与此同时 第二组侦察员 正准备对赵国斌 进行抓捕 他出租地 肯定有毒品 一个是最大的担心 他把毒品销毁 另外一个担心 就是说是 在抓捕他的过程中 他通风报信 这是你后期的抓捕了 无疾而终 考虑到赵国斌 十分狡猾 只要有一点反应时间 都有可能导致 抓捕计划失败 这也加大了抓捕的难度 都认真观察了 他这个防盗门 是很结实的 一般你如果敲门 或者是不轻易开门 尤其是他交易完 毒品在手的时候 他是异常进水的 最后抓捕组决定 利用两个伸缩梯 直接上二楼的南北阳台 破窗而入 他是在二楼 迎面阳都有亮台 基于这点考虑 大家就说 能不能就是说 从这个两侧的亮台进入去 进去 在嫌疑人没有反应的话 迅速进入 两部梯子四个人 不就包括当时扶梯子人 大手电的人 包括招相取证的 这些都安排好了 第一楼 北边的侦察员开始敲窗户的时候 赵国兵正好听见了 第一悬的他就有些反应的精益 第二槌子下去 他就站着床 你们干什么呢 下去 没事你也对你跳 等到我们从南半历史 政策长和床入进去的时候 跳进去 他想扔不平静来得起 上车 上车 别放高了 上车 上车 别搞 当侦察员破窗而入 将措手过急的赵国斌抓获 赵国斌却异常震惊 面对当场从住主缴获的毒品 挨脱飞片986片 他依然狡辩 这些只是止疼药 986片 这个东西 他是说自己因为年纪大了 各方面的毛病多 他要自己吃 来止疼用 埃脱飞片 全称 盐酸二氢埃脱飞 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强震痛药 震痛效果 又为马菲的250至1000倍 心理依赖性 至少比海洛因大100倍 是国家明明禁止的管控药类 赵国斌 赵国斌承认自己购买了这些药品 但这药品的用处他极力回避 人生阅历已经相当丰富了 在以前从事的 可以说就现在的大老板 这么一种经历 再加上十几年的牢狱之灾 还有后期他从事毒品生意这一块 后果他都已经想清楚 那现在没有什么能够打动得了他 抓获赵国斌后 在交城守候的侦察员接到命令 成功将赵国斌的下线 武凤兰和赵采莲抓获 并在武凤兰家中 查获贩卖后剩余的埃脱飞片20片 及毒资21万元 在赵采莲家中 查获贩卖后剩余的埃脱飞片5片 同时在河南台前线 成功将李延剑抓捕归案 至此整个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 其中一个下线就是他爱人 他承认 而另一个下线 从交城他爱人那够爱 这起毒品案到这里已经清晰明了 只是让警方有些疑惑的是 赵国斌的下线里 一个名叫武凤兰的女人 正是他的妻子 17年前 那个亲夫杀害亲儿的惨剧 让他们夫妻反目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17年后 他又会帮助赵国斌 充当了他的贩毒下线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内情呢 早在80年代 赵国斌在交城就很有名气 他是交城富家一方的这么一个财主 很富有的 他手下的玻璃厂好几间 而且他主要跟外面的业务做得非常大的 1997年的时候 因为一次口诀 赵国斌和大儿子闹翻了 儿子呢 也监察 也赌吧 车还嫌赌 这又钱 我就是这样 对不对 赵国斌对他儿子很不满意 你成天赌博 什么也不敢 儿子就说什么 你还说我赌 你也赌 我的业务做得比你好 钱都是我挣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而当年血腥的这一幕 吴凤兰都目睹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 在赵国斌复兴的15年期间 他没有去探望过一次 他没有 都是有私闹我 这个是不管我 就是十年年不看我一下 在赵国斌入狱的15年间 工厂一主家道中落 早些年的丰厚家底 只剩一个24间房的院子 吴凤兰和大儿媳 分住在院子的两个角落里 无法言说的怨恨愧疚 让他们平日里并不来往 而赵国斌出狱后 也不再回老家居住 那么赵国斌为什么会走上贩毒的道路呢 他自己不吸毒 我们对他进行要件 他不吸 2011年假设出狱的赵国斌 有家归不得 通过联系之前的欠债人 赵国斌讨付了一些外债 再加上原先的存款 一共一百多万 这些钱对他来说 就是他能获得家人原谅的敲门石 最让赵国斌牵挂的是他的大孙子 出世的那年 他的大孙子只有七岁 但是已经继世 直到现在 他也不肯任赵国斌 而吴凤兰对赵国斌的情感 则更加复杂 大儿子已经死了 而面对突然出现的丈夫 又表示要好好补偿这一家人 他动摇了 赵国斌偶尔回来 都会帮衬家里 对孙子和孙女也极其照顾 然而事实上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赵国斌并不满足于手头的这些钱 他希望利用这些钱 赚更多的钱 来弥补他犯下的过错 他们常知道我有钱 就是不知道大概有多 谁也不知道 河南的毒贩在山西落网 在山西这块服刑 无形当中就跟他有联系 他就想这又是一个生财之道 出于对家人的补偿经历 他开始走上了贩毒的道路 尽管赵国斌的语气很平静 可是我们从中就能听出 历经大起大落后的无奈 谈到他的儿子 谈到他的儿子 谈到他的孙子 他会叹气 也挺好坏的 对不对 自己的儿子 如果我每日不做那个事 我现在就算每日 也三五亿 对不对 赵国斌 赵国斌想把通过贩卖毒品赚到的钱 在太原买一个大房子 然后把房子和钱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 对他来说 他现在最缺的其实不是钱 而是亲情 有家不能归 有亲人不能认 这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 没有比这个更残忍的 而对五丰兰来说 他重新拾回的希望 又一次被无情地打破了 赵国斌的无比愧疚 和他想要偿还的心理 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他选错了方式 本来是想保护自己最亲近的人 没想到却伤害了他们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成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